两位老师 我们说已经是新上海人了 那说新上海人 其实也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 其实我就是说我们新上海人 我有一点点不服气 很多人说上剧场 为什么叫上剧场 上 上海 然后我们正巧上剧场 在这个商场里面 楼上有个楼 所以楼上 然后呢上又是个动词 咱们上剧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综合起来 这个挺有意思 上剧场呢 现在也成为我们学会 甚至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之一 也成为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平时休闲放松的一个场所 我觉得上海是对我来讲 上海就是下一个纽约 目标也是以后上海有属于自己的 戏区百老会 而我们的徐家会 上海是在朝这个方向来走 今天其实我为老师们准备的就是地道的上海私房菜啊 其实一个地方的这个食物 它会受到时代的变迁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上海就可以吃到就是很地道的上海菜 然后也有改良的上海菜 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的特色菜 甚至是像叫Fusion创意的融合菜 其实今天听说这本帮菜我特别高兴 因为赖老师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吃素的一段时间 有一道菜就过去了 你猜哪一道菜 红烧肉 就是 今天就有准备 猜到了 好谢谢两位老师 来来来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丁老师 谢谢 其实适合骑行的城市 也是适合生活的城市 我觉得其实上海大部分事情都适合 有时候冬天冷嘛 也骑骑车也很过瘾 我其实最喜欢复兴路 复兴路是一个在比例上 这个梧桐树 它的刚好长的那个宽度 各方面非常完美 你住在哪一个城市 就会有那个城市的灵感 所以我很多 好几个最近一些戏 都是上海的灵感 两位老师 我们说已经是新上海人了 那说新上海人 其实也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 有有20年了 对我们第一部戏在上海演 其实1998年就就来了 叫红色的天空 后来02年 来了一部千玺 因为我们所向神 在美琪大剧院 我们也在那个上画 那个时候才上画才刚开始 没有多久 我们做了一档 叫做它没有两个老婆 对 还是徐珍杨婷他们演的 06年就就开始比较固定的上海做演出 暗联桃花园在大剧院 到2015年成立了上剧场 其实那时候已经住上海好多年了 那是什么原因 促使两位老师最终决定在上海定居呢 那么当然因为赖老师的母亲是宁波人 他从小就听上海话 有一种亲切感 那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到他们家 他们家来的客人都讲上海话 那个很有趣 你在台北一群上海人在那里讲上海话 可能也因为赖妈妈就已经 后来决定要搬回上海了 我们因为从06年的暗联进到大陆之后 我们自己在看各个地方 那我自己的那个感觉是觉得 如果要选一个真正要做一个经营剧场的话 我觉得上海可能是最适合的 其实我就是说我们新上海人 我有一点点不服气 1986年《暗联桃花园》 我们的这个表演工作坊第二部戏 就是在讲上海18、19年的事情 看到我们上一代那么特殊的经历 颠沛流离到了台湾 然后一群所谓的外省人 然后到我们家里来啊或什么 我们听到哎呀这上海人看就是不一样 欢的不一样 说的不一样 有文化的背后有一种沧桑 因为他们回不去 所以我觉得我很融入那个感觉 我们其实也跑过很多的城市嘛 那我现在常跟人家说 我说我自己觉得上海恐怕是全世界管理 前几名的数一数二 真的是管理人非常好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实也是缘分 什么叫缘分呢 当然一方面缘分我觉得是很多因素加起来才叫缘分 但是我们当时呢 我们这么多年在做剧场 那么在台北在各地 那我们没有自己的剧场 然后我们想三个地方试试看 台北北京上海 哪一个城就到哪一个地方去 就是这个缘分就是上海然后上剧场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感觉蛮特殊的 我们可以在一个上海的购物中心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剧场放在那我挺满意的 很多人说上剧场为什么叫上剧场 上上海不用多说 然后我们正巧上剧场在 楼上 这个商场里面的楼上有个楼 所以楼上 楼上 然后呢上又是个动词 你上我们咱们上剧场去 看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综合起来是挺有意思 然后上当然是指上等的 或者是天天向上 上剧场呢现在也成为我们学会 甚至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之一 也成为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平时休闲放松的一个场所 那我之前天丁老师有讲过 你们现在所有的剧目啊 其实都是有中英文的那个字幕的 这个是从我们2015年这个第一场演出开始建设的 我们想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那么我们希望在上海不会完全讲中文的朋友们 他也有地方可以看戏 他要觉得说他有认同感知 我再看上海的戏 因为我们在期待有一天 戏剧能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 那我觉得这个愿望不会太久远 说不定就会实现 那么对于很多国外人 如果能到了国际人士到了上海 他说我要看一个表演 那么如果是戏剧类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明白 所以我们从第一年开始 我们就说我们必须面向国际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每一场都有英文的字幕 我刚刚出版的 在美国出版的这个三本呢 是十二部戏 搞了十年我自己翻译 然后是密西根大学的出版社出的 中国人的戏终于可以在世界上 这国外一个当代的新剧家的东西可以出版 翻译剧本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的是学术性 那也没关系 你就所有的古文都放进去 然后你就读解说好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 我的目的是希望 未来人家可以演出这些戏 你要按连桃花园 龙龙之梦 可以在国外的舞台上 可以演英文版的演出 然后他们也不用当作是什么什么 他就是一个好戏的演出 不需要读解 所以为了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是作者 所以我可以给自己全力说 我可以修改一下 如果这个剧本里面好比说 宝岛一村 你如果不懂49年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可能看宝岛一村呢 你不懂什么叫眷村 那难道舞台上还要有个注解 打出来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什么意思 那所以我就把所有该注解的东西 都写到这些人的嘴里 老师说到的这个上海上剧场 然后有上海的专属版 那我知道今年有三部戏 其实是从暗恋桃花园 然后宝岛一村和如梦之梦 都会来推出上海专属版 那跟我们讲讲这个专属性在哪里 专属性其实我们2015年 我们成立了上剧场 同时我们成立了上剧场的剧团 从宝岛一村 没有人能想到说 这个我们的台湾版本 可以被任何人取代 因为那个已经是 军村人自己来演军村 他们你怎么找演员来取代 我们的上剧场的版本 做得非常好 专属其实也有一个 因为专属两个字就是说 它是专门属于上剧场的 那么这三个戏其实说起来 都有它的原来的版本存在 那么《如梦之梦》 有一个在外面的版本 我们就想推出一个 是完全属于 只在上剧场里面看得到 《宝岛一村》有一个台湾的版本 其实它这个专属版本 是因着疫情发生了之后 台湾的那个剧团来不了 我觉得我们的演员也表现不俗 也让很多人就是很惊艳 《暗恋》也一样 有一个经典版本 就是《黄磊合众》 从06年到现在 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现在就在上剧场 成立了一个比较年轻的版本 那么这个年轻版本 在上剧场做表演 赖老师就是从这座 上海这座城市 获得很多灵感 而且其实在您的一些作品里面 已经多多少少都有上海的影子 你好比说在 《隐藏的宝藏》这个戏里面 我的戏里面经常有一种 走来走去的观众都会问 它到底什么意思 好比说《暗恋团团团》里面的 陌生女子 或者《暴道一村》里面的 陆奶奶 那我《隐藏的宝藏》里面 有一个飘来飘去的 它叫蜻蜓 其实它那个是 影射的是 电影影型蝴蝶 就是塑造了这么一个神秘的角色 生活在剧场里 有点像歌剧魅影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好比说这样 但很多的像 黎妮所演的《遥遥洞巴》里面的 这个苏童跟哈纳 苏童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 一个女孩子 从完全就是你现在在 你可以看到的在上海 就到一个咖啡店 看到人家在写图记 苏童就在那儿 然后呢 她又演一个 这个1943年的一个地下岛 然后她是在上海 作为一个游女 这样叫安娜 那你说这两个关系 就是上海的 就是从上海 挖出来的两个角色 所以您觉得是 这座城市影响了人呢 还是说人塑造了这座城市 哦 这互为营果 而且你没有这个城市的敌运的话 它也不可能会影响 这样子的意思 我也很想 脑子里还有两三步行 上海很重要 我在上海这些年 有得到灵感写了好几部 我觉得我现在不去设定自己 我不要说 我觉得我 我人在上海 我在上海创作 但是创作出来的东西 未必一定是 关于上海 这也是我们说 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所在 它可以带给你很多灵感 然后它也是通向世界的那扇门 我们用站在这座城市的肩膀上 去对话世界 然后让更多人感受到的是 一个新的这样的一座城市 就是下一个纽约 目标也是以后上海有属于自己的地区百老会 而我们的徐家会 上海是在朝这个方向来走 因为它现在你看它非常各个地区 每一地区的那个都很蓬勃 我发觉很多的做戏剧人线 也从各地会聚集到上海来 好谢谢老师陪我们度过美妙的这个一天 谢谢杰森 我也是在那么好多的希望中下 祝上这座城可以越办越好 谢谢 暗恋桃花园也是我最爱的一部老师的作品 那其中呢又丁老师又是第一代的这个云之凡 那么有一段特别特别经典的台词 很多其实我们的观众都知道 那我想今天我们用上海话来 讲一下这一段 我说一句您说一句就好了 好吧 怎么讲道 老师说老了也很美 老了啊好可 老了啊好可